北京时间8月11日平,在过去的这几个月中,勇士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最顶级的管理层,也让球迷见识到了勇士的可怕。 这支球队在未来几年,仍然是联盟中最具有竞争力的球队之一,许多球队的球迷也希望勇士能够早日解体,不再作为征换队伍,只不过球迷可能要失望了。 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,勇士方面又将训约一个超距,根据阿克兰当地媒体报道,勇士方面极有可能以4年1.5亿的合同训约汤神,汤神合同明年就到期了。 现在勇士选择提前续约,很显然汤神作为一名顶级得分后卫在二号位上,除了哈登之外,还没有哪个球员能够超过他,他的无球能力能够排在历史前二,之所以说是前二的,因为他还没有退役,只是保守的说,他的进攻能力是所有球队所希望得到的,勇士显然不会放弃他。 勇士这一份顶心续约也是给汤神设了一颗定心丸,汤神也希望能够在勇士继续打下去,不过他现在合同签不下来,这就意味着格林大概率会被球队放弃了。 格林还有两年的合同,明年夏天勇士还将顶心续约挨度,挨度,水花兄弟这两个人的合同,就将填满球队所有的空间。 在留下格林的话,球队或许会付出超过两个亿的奢侈税,对于哪支球队来说这都是无法接受的。 放格林走,让他加入其他球队,对于勇士来说是能够接受的。 你觉得汤神和追梦勇士放走哪一个比较? 好,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 好,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